近期,道成亚丁天价住宿费的事情引起了很多人吐槽,都纷纷表示不会去道成亚丁旅游。 但卓马今天在道成带团的时候发现,景区内依然是人山人海,每家酒店也都是游客爆满。 那道成亚丁的住宿价格那么吓人,为何游客还天天爆满?这其中的原因想想其实就三点。 第一点,游客多,酒店少。 道成亚丁的酒店主要集中在道成县城和香格里拉镇,虽说走在大街上你会发现这里到处都是酒店,但跟强大的游客群体比起来,酒店住宿还真是供不应求。 第二点,乡邻的礼堂不适合住宿。 道成亚丁的游客分两部分,一部分是专门到这里玩的,还有一种是走川藏线路过这里,后一种人也可以选择在道成的下一个城市礼堂住,但礼堂海拔四千多米。 大部分人都会高反,所以道成亚丁就成了唯一的选择。 第三点,网上酒店价格虚高。 现在网上传言道成的酒店一晚要三四千块,其实卓马告诉大家,网上的价格都是虚高的,真实的价格只有其一半甚至更低,还有一些就是随便标的不必当真。 好了,今天就讲到这里,如果你也想去道成亚丁旅游的话,欢迎连续卓马哦。 扎西德勒,我是卓马,我们是专业做香港、澳门及海外华侨人士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。 如果你想去西藏旅游的话,欢迎连续卓马,卓马的微信号是T-Bite2030。 谢谢大家。